近期,网络上对于有大量付费抗议者,对民主党的幕后大金主乔治·索罗斯提出诉讼的新闻,又成为了一个讨论的热点。 今年6月中旬,有163名付费抗议者指控索罗斯不讲信用,并要求索罗斯支付他们的法院赎金。 这些所谓的抗议者,因为在抗议中违反了法律而被逮捕,但是索罗斯却拒绝支付他们的赎金,将他们保释出来,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 根据索罗斯在民间买卖平台上刊登的广告,召集所谓的抗议者,去指定地点有组织的抗议,并且支付他们一定得老丑。 但这些所谓的抗议者们发现,一旦他们被捕就拿不到钱了。 索罗斯甚至拒绝支付他们的保释金,并被晒在了一边,没人管。 对此,索罗斯的公司美国付费自由巨魔公司的发言人称,报名参加抗议的人,必须遵守的前提是,你不能被警察逮捕,不能入狱。 并表示这些抗议者们他们的工资,每小时30美元,每天6个小时外加每天40美元的餐费,再加上每英里70美分的汽油费,和一个大礼包。 所以这些人,一天就可以得到,将近1000美元的老丑。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消敬钱回家,如果他们选择留下,并不幸被警察抓到了,那么他们就要自己交纳保释金。 但大多数人对这种说法并不满意。 根据付费抗议者的组织人表示,目前提起诉讼的这163人,将会在索罗斯大厦前举行抗议。 那么对于索罗斯,其人一直被认为,是民主党的幕后黑手,并指出索罗斯干扰竞选的历史由来已久,其中最著名的也是最近的一次就是2016年的大选。 当时对希拉里克林顿团队的资助,和操纵索罗斯,利用千万美元巨资,支持希拉里还企图指定大法官人选。 另外,索罗斯也被认为是美国和欧洲开放边界,引入大量非法移民的主谋。 匈牙利总统就曾公开表示,索罗斯是国际阴谋家,并将其基金会等组织全部驱逐出境。 那么在川普总统当政后,民主党的一些举动,尤其是在乌克兰事件上的大费州张阿姐认为,很可能是为了保护索罗斯的投资。 在川普总统胜选后,索罗斯追逐了一系列的反对川普的游行。 2018年6月,川普提名布雷特卡玛诺大法官,引发了一系列的抗议。 川普称,这些人是拿着昂贵标牌的专业抗议者。 就在去年年底,美国司法部长威廉·巴尔,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,曾严厉地抨击了这位犹太亿万富翁,乔治索。 罗斯指出,他通过大量的金钱资助,来帮助民主党检察官在各地胜选。 巴尔称,索罗斯就如同纳粹。 今天,俄罗斯国会议员提出一项立法草案,瞄准脸书推特等美国社交媒体巨头的内容审查制度,支持俄罗斯政府以侵犯人权,没理由限制美国社交媒体巨头平台,对俄罗斯网络的访问权限和内容审查制度。 我们来了解一下执政的统一。 俄罗斯党议员提交草案,将允许俄罗斯检察官与外交部进行协商,在认定海外社交平台出现限制内容等侵犯俄罗斯人权行为时,得以采取罚款或限制,对俄罗斯平台访问权限等处罚。 该项立法内容指出,通过该法案的急迫性,主要是基于多项不合理限制,俄罗斯公民透过网络资源和媒体获取资讯的行为。 自今年4月以来,韩、俄罗斯国人媒体在内的多家俄罗斯媒体,不断指责推特脸书和优特,以打击假新闻为借口,对俄罗斯媒体的账号采取审查制度。 推特 从今年8月起,在多家俄罗斯媒体的账号上,标注了国营媒体机构的标签。 部分媒体内部的高级员工和政府主要官员的账户,也被著名俄罗斯官方,对此表示不满。 针对限制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巨头,对俄罗斯网络的访问权限和内容审查制度。 克里姆林工发言人表示,推特脸书和YouTube针对俄罗斯用户的歧视性的行为是肯定存在的。 俄罗斯必须设立相关的机制,来捍卫俄罗斯用户的权利。 那么好,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